这发下去 那个 你暑假 暑假 加强班的 随便一个 好 你发给加强班 不用理他 那个只是贴而已 不见得站起来 只有你而已吗 马上找 我有跟你们交代 开学校上课 我有交代 你们有到楼下去上课 会不会放在楼下 可是我有跟你们交代 要上课 好 老师我这个是有学过的 那给我 有的是 你们刚刚有拿到几本 是有写名字的 那个是有同学的 给他们 你是什么 你为什么会在那边上课 你为什么会在那边上课 我上学期的 我八年计刑学什么都比较 你跟他说现在是数学课 应该回归我的班上上课 他有问题他要再找我 他没跟我讲 你先问他一下 来家园 家园不在 拿到写名字的 是有同年班账的 我忘记了 你先有写名字的先 有写名字还有谁 应该还有 给的 李佩怡 这是你的 你们还有谁拿到有写的吗 你 你有给人的 我现在因为两天放假 所以 我现在因为两天放假 那有几个同学黄俊卫吴孟轩在吗 所以那本不见了 等一下 等一下我叫到名字的这本要给我 孟轩在吗 佩怡 给我一下 然后蔡新如 然后林毅君吗 林毅云 你的那本不见了 你的那本不见了 洪玉玲 你的也不见了 好 因为补救教学的名单是你们这几个 好 所以你们应该是 你们应该是放在楼下是这样吗 来你们刚刚那几个全部过来 我们先了解一下 刚刚那几个受动丢的都过来 你们这本 你们有带回家吗 都放在学家要么就在你们班 要么就到楼下对不对 你在你们家不见了 有带回家的就是你嘛 其他人有带回家吗 你带回家是不是在家里找看看 其他人都在学校 你 你也是带回家的 就是如果你有带回家 或者是 你有带回家的 你就应该回家找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根本就是放学校的 要么就你们班上要找 要么就是要去回收市找 因为你们应该是会放在楼下的班级 或者是说你们整理的时候 把它当垃圾全部丢掉 所以一定会在回收市 请你们今天去回收市找 请你们今天去回收市找 什么的 我听不懂的 回收市外面 那就是你们东西应该在外面 就是书的部分 就是去看一下好不好 去回收的地方 就纸类的地方回收一下 跟学务处讲一下 因为你们 我有特别交代 然后你们 没有把它准备好 所以请你们 还是要尽一个责任 你要不要去找一下吧 对 我知道两天放假 那不然我等来星期我会收的 因为两天放掉 放掉就放掉了 嗯 好 所以麻烦你们 找学务处去支援回收市那边找一下 找不到就先找不到 至少你要先尽个责任去找一下 这样有理解吗 好 就长这个样子 你们暑假有上课了 好先回去 再来就是 好我问一下 你们 你们目前手上有这一本的 加强班都有对不对 加强班都有的话 你就继续用 因为可以共用没有关系 可以吗 然后其他人呢 没有的警局手 好 来麻烦你发给没有的 就是这些 发给没有的 加强班的放在家里 因为 因为他可以共用没有关系 加强班可以拿到学校来用 这样 可以 没有 现在没有没有关系 就是下次上课 记得要带 然后你们在等的时候 请你们先把这一份拿出来 就是影印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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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班 写上班级做话姓名 今天有人没来吗 还是他是 他是 好 他是去 中礼 中礼 中礼是 中途礼下 中途礼下 好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中礼 好 好 来 请你在这一份的这上面写上班级做话姓名 来 每一个人都先把这件事情做 这一份 我暑假有上过了 基本上我开局还会再从上一次 那我会先从这一份来讲 我承你的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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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好单级做话名字的吗 我承你的这一份 写在这一份 写在这一份 写在这上面 好 好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声风 你好像有的课会在华文老师那边对不对 好 好 呃 除了华文老师那边上课的人以外 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的忙 有谁可以帮忙 没有人可以帮忙 就直接点人 我希望你们主动一点 都没有人可以帮忙 好 那就你 那就麻烦 那你们的小老师就 抱歉 雨安嘛 那 91的数学小老师就雨安 就麻烦你 那个录影机 还有以后收作业的部分 谢谢 好 然后呢 我们上课基本上 基本上 会以这一个 还有刚刚的这一本为主 然后这一本 呃 我有叫你们写名字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叫你们写在里面对不对 呃 请你们来 每一个人请你们 写在这边 再写一次 班级作画姓名 不见的就先不见的 我知道 我知道有些人 你没有拿到是 你的不见的 还是你是加强班 刚刚没有发给你 还有人没拿到吗 除了不见的人以外 因为我们这个数量是 数量是 申请的刚刚好 所以 原则上不会有多的 所以如果你们不见了 到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去印 这样 懂吗 好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要不要不见 因为不见有点麻烦 来 你们先在这个地方写上 班级作画姓名 这本我们上课会用到 但是因为暑假有先上过课 所以呢 我就暂时先不会带这一本 暂时不会带这一本 我会先带刚刚印的这一份 先带这一份这样 然后呢 你们会有课本习作 对不对 这是你们的课本嘛 来习作呢 谢谢 来看一下 这两本 你们会希望我上哪一本 大本的这一本 为什么 大本的题目有比较少吗 大本的题目有比较少吗 你确定它有比较少吗 它每一页都是题目呢 然后后面还会有自我评量 对啊 所以它的题目基本上不会比较多 好 如果以重量来讲 我会选择这一本 所以基本上这一本先放着 你可以自己看 我用到它的机会不大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把它丢掉 基本上我会 我会上完 上完 刚刚跟你讲的这两个之后呢 再回到这里来 这样知道吗 那OK喔 好 所以麻烦你们上课的时候 要准备的是 我会印单张的 你就要带单张的 可以喔 还有就是 这一本要带着 还有就是 席座 那课本 你就可以先收到后面 放着没有关系 这样 如果你有在用 你可以继续用没有关系 基本上 课本跟席座 我是拿来作为练习用的 课本跟席座 是拿来作为题目练习用的 我真正的上课 教会你的部分是透过 我设计的 学习单跟教材 这样OK喔 那课本里面 还会有它的说明 你可以自己去看 没有关系 课本是补充教材这样 然后 笔记本 来 所有人请把笔记本拿出来 你有笔记本的 除了你忘记带来的以外 你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一本笔记本 不管是这一个 还是 这一个 你有可能会拿到这一个 或是这一个这样 你应该都要有一本笔记本 然后 请你 笔记本一样 因为这一个有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就在这一本的最上面 写上你的班级作画细名 这样才会一致 因为白色的那边 班级作画细名在上面 所以麻烦你这一本也写在最上面 你如果用的是这一本的 请你在这上面写上班级作画细名 那你的笔记本没有带来在家里 好 所以目前桌上没有笔记本的都是放在家里 没有带来 请你们就是以后 我们的数学课大概就是今天跟明天而已 就是每个礼拜 都是今天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 你觉得礼拜一跟礼拜要记得要带 好 你们手上现在有的资源不管是笔记本 这个等一下先说明一下 不管是笔记本 或者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本 都是给人家申请来的 也就是说你都不用花钱 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珍惜 好就是要好好的珍惜着用 好好的学习这样 不然以后应该要请你们自己花钱买这样 理解意思吗 就是如果你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就期待你们要珍惜啊 不然你就会觉得应该要让你们花钱买 你才会懂得珍惜的话就不太好 就是要习笔就对了 因为你都不用花钱嘛 等于是我帮你们申请 然后来了给你们用 全校都有 不是只有你们 全校都有 然后用完了还可以再继续申请 但是资源不是永远都有 就希望你们有的时候要习笔这样 因为你们这个不是第一次用到他了 这个如果你们在外面买 一本大概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尤其是这一种的 哈 一百块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呢 因为他是大量硬式 这个一本大概一二十块而已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不管是怎么样讲 卖的时候 你去买的时候 可能要花个一百块左右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大量制作 所以这个一本大概都一二十块 二十块以内可以做得出来 可是他们主要是 他们指的就是彰化师班大学 他们有一个教育部的计划 所以我可以跟他们 跟他们申请这样 那申请来给你们用 这一本是 我这边的 好 好 呃 我们 基本上我们这次段考 这段考会考两个单元 一个单元叫做 什么 暑假就上过了不是 我们 一个叫做相试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圆 其实我暑假都帮你们上完了吗 除了加强班的 或者是你没来上课了以外 我暑假都帮你们上完了 那但是我这学期 我会再重新再上过一次这样 基本的概念 基本上你们都有了 但是我会再帮你们再乱过一次 让你们更熟悉这样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 习作 课本的那些练习题 你都可以练习去写了 因为老师说我已经教完了 大概多讲了 嗯 然后呢 我们一刚开始要讲那个相试行 你们先想一下喔 相试行 就是放大缩小 对不对 比例没有变 对不对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相试行 学相试行到底有什么用 画画 画画画的意思是什么 画画说不是要八 画画的时候 画画的时候 好 画画的时候像有些人在写生 对不对 有些人在写生 或者是说 你要画字画像的时候 你会在图画纸上面 把你的人画下来 对不对 那你在写生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 我的图画纸可能 也许大概就这一张这么大 对不对 然后我要把 那个这些景色把它画进来 代表我要做什么动作 缩小 对不对 才有办法把我 我看得到的景色通通画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要缩小 对不对 还有呢 还有什么时候用到 其实以前的人 其实那个 以前的人只不过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他就可以去测量地球 我们站在地球上 对不对 他就利用相试行 算出地球的直径有多长 用算的哦 而且还很准哦 誤差其实大概 誤差大概只有千分之三而已 不到十几英里 那他用的方法就是用相似三角形 很简单的想法而已 很简单的想法而已 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会想要把不知道的东西透过我们的想法把它算出来 这个 这个是地球 那球星大概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怎么有办法知道这一条有多长呢 这是他的这个球的半径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凿进去 然后去穿进去 然后看看这边有多深嘛 对不对 不可能啊 可是他怎么有机会 古时候的人就有办法 去把这一条的长度算出来 而且还很准 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请问一下 地球 跟地球最有关系 我们最在乎的是什么 哪一颗球 哪一颗星球 太阳 太阳齁 什么时候会没有影子 正中午的时候是没有影子 然后太阳如果 呃 刚开始 刚开始上升了 刚开始上升的时候 你的影子算很长嘛 对不对 他越上升你的影子会越来越短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太阳 太阳起来的时候 你人站在这里 他就会让你出现影子嘛 对不对 等一下喔 哈哈 太阳上升的时候 你人高度在这里 他就会让你出现影子 对不对 越高 越高 太阳越高 影子会越来越低 对不对 越来越短了 然后当他到达 到达这个人的正上方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没有影子 对不对 所以 太阳照射的情况下 有时候会有影子 有时候会没有影子 他就利用这个而已 古时候的 你就利用这个想法而已 利用这个想法 来算这一条的长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他们已经知道 他是 他是球状 是不是球 这个以前也是发生过一些故事 你们大概知道了 对不对 好 是不是球 他们研究了很久 最后终于知道他是球形 他不是平面 以前的人以为他是平面的 以前的人以为 只要往前走走走走走 走到尽头他就会掉下去这样 古时候就等了 那后来因为一些 一些方法去检测出来 其实不是这样 地球是远的这样 好 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 那在这边立一根杆子 当太阳照射下来 这边没有出现影子的时候 诶同学 因为地球是远的 对不对 在这里出现影子 代表在其他地方 等一下再一次 在这里刚好直射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如果刚好直射 代表在其他地方会怎样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会出现 在这里出现没有影子 那代表在另外一个地方 会怎样 会出现影子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那因为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杆子 你那个杆子就直立在地球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杆子直立在地球上 那这个杆子呢 它会贯穿球星 这个就好像是 我们东芯 哈啰 你东西这样掉下去的时候 它是往下掉 那往下掉那感觉 事实上是往球星的方向去 可以吗 因为质量中心是最 吸引力最强的地方 可以吗 质量中心 所以 你东西往下掉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往球星的方向去掉 所以你东西直直的上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贯穿球星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它就在地上立了一根木 那个木棍 立了一根长长的木棍 在另外一个地方 再立了一根长长的木棍 那因为太阳光 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 它也很清楚 太阳光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时候 那个是平行光 所以它利用这个平行光过来的时候 当在这个地方 当在甲地 在甲地没影子的时候 在椅地会有影子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这一个长度 我可以自己决定 对不对 这一个影子下来的 这一个长度 换句话说这个三角形 我根本都可以测量得到 对不对 这个影子有多长 这个直角 这个角度有极度 我都量得到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不能控制的是这里 对不对 那我不能控制的是这里的话 它这样贯穿球星下来 我就可以利用 这一个三角形 跟 这边下来 没影子 那没影子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利用哪里 来你们想一下 我刚刚突然出嘴 奇怪你们 你们只有 没关系 请问一下我还有哪里可以用 来这个是那个木棍 对不对 我还有哪里可以用 我还有一个东西没有用到 那个东西要用到 我就可以算出这段的距离 我要用哪里 想想看 就是它跟直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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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哪里 我再讲一次给你们听 我这边立一根 立一根 立一根 木棍 这边也立一根木棍 我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 这两根 我会让它一样长 然后呢 平行光下来的时候 我这边 这边就可以量出 它的影子有多长 然后这一个 这边这个三角形 我完全都可以掌握 换句话说 我要想办法在这里 创造出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在哪里 要跟它有关系 那个三角形在哪里 只要我可以创造出来 我就可以算它了 这个是你们这次断款 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 先看这里 哈啰 不急着写其他的东西 先看这里 同学 这一个是直立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会贯穿球星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不知道 这一个也不知道 可是什么是知道的 有一个东西是知道 所以我可以掌握 这个可以贯穿球星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贯穿球星 对不对 我想要求的是这一条的长度 然后注意看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这个也知道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平行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度是不是就过来了 有看到 然后呢 这个三角形知道 另外一个三角形在哪里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我画圆 这样画圆 对不对 我半径再大一点 画起来圆会这样 对不对 我半径再大一点 画起来圆会这样 对不对 我半径再大一点 这边会越有越究竟什么 圆如果很大的时候 圆如果很大的时候 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地方 局部看起来这边就像什么 一条直线 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有了解吗 这个有懂吗 你一个圆 一开始是这样 对不对 你半径如果 半径如果大一点 画出来的圆是会大一点 对不对 半径如果再大一点 画出来的圆是会再大一点 半径再大一点 画出来的圆会更大 对不对 半径再大一点 画出来的圆会更大 对不对 你会发现局部的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圆很大 如果你的圆很大很大 这个地方会非常接近什么 会非常接近直线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两个 其实没有距离非常的远 这段距离 可以把它看成是 把它近视成一条直线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放大缩小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放大缩小关系的话 所以呢 我再把它画一次 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在地球上 这边立了一根 立了一根杆子 这边也立了一根杆子 对不对 太阳光 太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 太阳光直射的时候 这边没有影子 可是这边直射下来的时候 它会出现影子 然后这个可以贯穿球心 这个也可以贯穿球心 这个也可以贯穿球心 这个贯穿球心 这个也可以贯穿球心 这个也可以贯穿球心 然后因为这个是平行线 你们之前有学过 这个角度会一样 对不对 内错角角度会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三角形 会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直立的 这个也是直立的 这个角度跟这个一样 这个角度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 是会相似的 既然是相似的话 这个我是可以掌握的 这个我也可以量出来 这个我也可以量出来 所以呢 这个可以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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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有学过必识地理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被量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三端都知道 这个图形是它的放大版 那你知道这一个 这一个是对上这一个 所以这个到这里放大几倍 这边就跟着放大几倍 就过来 所以它就可以被算出来 我要讲的是说 有很多东西 整个过程 哈啰 整个过程 你可能不见得 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 请举手 好 好 没关系 就是 你只要记住一个东西 就是 古时候的人 要能够把它算出来 用到了只不过 就是我们现在正要学的东西 像事情而已 他就可以去 透过已经知道的 我测量得到的 这个是我可以测量得到的 去算出测量不到的地方 这是相事情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学相事情的 最重要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透过你 可以掌握的 来算出 你根本完全 连碰都碰不到 你也不可能去找紧 找他那边有多深 不可能 可是你却可以透过数学的算法 把它算出来这样 你们这次段稿 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技巧 把这个能力把它学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 来同学回到第一页 这一份 这一份的第一页 来先看第一题 先把第一页看一看 你们这个有笔吗 钥匙呢 哈啰 钥匙呢 没有它有钥匙 钥匙呢 你们先看第一页 你们先看第一页 因为你们上面看的是 谢谢 给你们看一下彩色版这样 喂 你确定是它吗 确定 插不进去呢 插不进去呢 你有插过吗 欸 都不是呢 欸 好可以 抱歉 请你们先写第一页 请你们先写第一页 电脑怎样 有我有开了 有我有开了 刚刚我有先按 那个不用开 那个不用开 好 你下次要拿那个 好 来先看这一份 哈啰 你有看过人家捏面人吗 有 有看过捏面人 没看过也有想像过 或是看过电视 捏面人 他会一边捏一边拉 对不对 然后就会拉出一个形状 对不对 那 那你有没有机会 做出两个一模一样的 像他 他拉的 他拉的那一个是什么形状 蛇 蛇对不对 如果 如果那个同一个人 他如果另外再拉一个 他会不会跟他一样 不一定 不一定 那 要一模一样的话 就要到处看起来都一样 对不对 他只要 他只要稍微压一下 拉一下 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好 好 我还没办法用他 因为我要等他 好 呃 然后呢 你们有看过 你们有看过那个吹糖忍吗 糖啊 他那个糖把它烧一烧之后 然后就可以拿来吹 然后就可以吹出一些形状出来 有看过吗 糖 他那个糖就拿来吹 是真的用吹的 就是直接吹 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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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吹泡泡一样这样 然后都一边吹 一边吹 然后一边拉这样 然后他就会 可能可以做出 一条狗啦 或是一个人 或是一条蛇啦 都可以透过吹 来把它拌到 吹 然后还要拉 那不管他是吹 拉 还是捏 他这个过程 他都在怎样呢 蛤 就像 比如说他如果被我吹 对不对 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黏土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 然后抓 然后捏 对不对 了解吗 然后你会压他 你会弄他 或者是你会 然后再把它倒倒 对不对 明白吗 你在搓他像 比如说像那个陶翼啊 陶翼的时候 那个什么 你有看过人家 那个做陶 陶器的时候 他们不是会有 在那边转转转吗 然后你忍就在那边 对不对 那你忍在那边的时候 他这边转转转的时候 你如果靠近一点 他就会小一点 对不对 如果你圆一点 他就会大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靠近 对不行 基本上你如果 越往里面 他就会越小了 然后他就会慢慢去 戳他那个形状 把它弄出来 对对对对 就可以拉他这样 所以靠你的手来改变 他的形状 对不对 那基本上你只有 办法让他变小 没办法让他变大 还是可以啦 你你你如果手这样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 他就会变小 如果你是这样 他就会变大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 把它搬开 我也可以这样 把它拉近 你在干什么呢 你这样拉开 搬近 在改变什么 改变他的大小 改变他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你拉 你看喔 我拉开 我拉开 跟我这样进来 你有没有看到 谢谢 我拉开跟我这样进来 你有没有看到 我事实上一直在改变什么 蛤 就像我的手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我这样就不一样了 我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我 我这样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了解吗 我这样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在改变什么 改变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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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透过什么 在改变形状 我的手转来转去的时候 我在改变他们 彼此之间的 蛤 手就这样而已嘛 为什么他可以各式各样的形状 你会看出不一样的状况 对不对 可以吗 明明是同一只手 为什么会不一样的形状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那你这样之后 是不是不断的在改变什么呢 位置 改变位置 本来是 本来他们的相对位置 是这样后来变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从这样 这样只是移动了 这样不能叫改变 所以我的手 动来动去的时候 不断的在改变 他们相对之间的距离 不断的在改变距离 这很重要的 形状是由距离在决定的 好 那这个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看彩色 一定要用这个 不然会变张 好 这个 然后 因为我有插时针点 所以才会有这个 你们就可以跟其他老师讲 要全部文件才会出完 好 所以我们就看相似型 他大概什么文件都可以 但是我要有两支 还有一支 为什么要有两支 你知道吗 我要拉开 我如果要两支 我手就要上去了 手上去会让他变脏 不好 因为楼下的七一的 已经被我弄脏了 就不好 所以我要 好 这个 这个就是 他透过 他透过戳去捏 他就会变成这种形状 所以 你用不同的戳 不同的捏 改变他的距离 你就会得到不同的 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 你就看得到这个 这个老会要 他用吹 这个他就在这边吹 吹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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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碰起来 然后他的手 再去把他捏出来 捏出他的各种各样的形状 他做了这一支 你觉得他是什么呢 蛤 他做了这支 你觉得他是什么 蛤 他做了这支 他这支长什么样子 猜不出来 老鼠 好 再来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三个哪一个是正常的照镜子 哪一个是正常的 这一个对不对 这一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后照镜 就是一般的那个摩托车的后照镜 这个跟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照起来人跟这个也会变形 这个是我们小琉球有没有 有 有 小琉球有 这个是凸透镜 他的好处是他可以照的比较远 因为他是凸出来 所以后面的东西可以变小 所以被缩进来这样 那因为外面的东西可以被缩小进来 所以呢 他可以照的东西就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会用凸透镜 他是因为把东西变形了 所以他里面可以放的东西可以变多 这个跟这一个都可以让人变形 这个人明明长得很可爱 可是他透过这样的镜子照了之后就变这样 这个是真实人 这个是 这两个跟他 这两种镜子跟他的镜子差别在哪里 我们一般照的镜子 一般照的镜子是什么样的镜子 平面镜 他们是什么 凹面或者是曲面 对不对 反正他就是不是平的 那我们说他是凹或者是凸 也就是曲面镜 来你把它写上去 为什么他会变形 因为他是曲面 这两个是曲面 这个是平面 所以一般我们在照的镜子都是平面镜 所以不会变形 要跟着写哦 所以平面镜不会变形 曲面会让他们变形 好 再来 这个我们生活当然常常会看到的 帽子 帽子我们做 抱歉慢一点 先把刚刚的完成 先把刚刚的完成 好 帽子是要戴在头上的嘛 对不对 帽子是要戴在头上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帽子啊 你会发现他做帽子的像这个 他是有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 大概是用五片的这种形状 把帽子做出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一个呢 这个又更特别的 上面是帽子对不对 然后下面又有那个波浪状 对不对 了解哦 上面这个是戴在头顶上的 下面这个就又拉开了 所以他如果 如果一般来讲 我们在画直线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这样画出去 对不对 我们直线在放大的时候 直线在放大的时候 应该是直接就这样出去 直接就这样出去 可是你会看到 那个帽子不是这样 他在放大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下来 他是这样下来 然后这种帽子呢 他又再怎么样 再往外再拉出去 再往外再拉出去 对不对 你会看到他是不一样的 因为 这个是要戴在头上的 头是比较接近球形的 所以戴在头上的 他一定要包进来 然后他因为想要遮阳 想要美化 所以他就要再把他给 拉出去 拉出去所以他就会有波浪状 他就不是像我们在画直线 一样顺顺的这样下来 那这一种直线 是在这一种曲面上的 在这种曲面上 来请你把他沿着 沿着那个 你就沿着那个边边 把他画一次 感受一下 他的那个直线的走法 这个画一个 这个也画一个 这个是先包头 然后再往外开 你会发现他都没有等比例放荡 他直线往外 先往内稍微缩一下 然后再往外开出去这样 所以他中间的宽度 没有同比例放荡 来沿着沿着他的每一块的布 把他稍微画 画一块布就好 只要画一块的布就好 帽子画一块 然后这个也画一块 找一块画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画在他的帽子上 直接画在帽子上就可以 感受一下他的那个线条 直接画在上面 选一块布 他是其中一块布 对对对 直接画 选一块布 这一块布 或者是这一块布 对对 好我们下课 班长 对 来上下课都要有这样 可以吗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同学 我试一下 不行不行 小朋友不可以玩 不然小朋友啦 就是反正就是你们不能玩 我给他点准备的方法 蛤 什么点准备的 他说从那个蓝色的分析 你给他点准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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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就没拿到